用index之外,你可以用那个像indirect 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另外的话也可以用什么,用那个offset 那其实能不能做出来,一定也没问题啦 只是说这个单 可能要自己再熟悉一下这个函数的用法 像indirect就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像这个indirect怎么做 如果你没有用过也没关系 基本上的话还是一样可以推 像刚刚我们index也是用推的嘛 然后呢我们可以先用那个 查阅与参照里面的indirect 这个函数很重要 ok 然后 indirect其实有点像是VBA里面的range Range物件 一个范围就对了 意思就是他帮你把那个范围的资料取过来 ok 那当然他除了可以取一个范围的资料 也可以取一个,有点像range Range就是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啊 一个储存格也是一个范围 ok 所以indirect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如果用indirect 他这边会有一个叫reference text 这个reference text的话 除了你可以给一个范围的名称之外 你也可以给一个储存格 比如说我今天要这个储存格 那你其实里面就 当然你又给b2 不过特别注意哦 当然这边会显示b2的资料 但你按确定的话 他应该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呢 特别特别注意哦 这个b2的话 因为他前面有提示说一定要是一个tester 所以你不能直接给他一个b2的名称哦 如果是test的话一定是什么 前后记得加上什么 双引号 这样子的话呢 才会是一个这个这个文字哦 ok 所以你会发现reference text 所以你要看到test 特别小心 一定要前后加上引号 那你会发现这个有点像range 有没有 就是把b2的资料带过来的意思 按确定 有没有带过来了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要把那个这个地方 向右拉的话 那其实这边改成什么 b3 然后再b4 b5 有没有 所以23456789 有没有 意思类推哦 所以呢 你只要怎么把后面这个数字 变动一下 那其实也可以结合carn跟roll 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后续我想就自己再练习看看 因为这个indulter 重要性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 那细节部分我想自己再去玩玩看 另外当然offset也可以啦 offset用的比较少一些些 那我就不特别讲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如果说要把前面的东西删掉的话 什么方法 但你可以用什么 用replace 用fine 用很多其他的函数 但是呢 我发现哦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什么 用mid 为什么 因为哦 我们只要算到mid 123456 第六个字 可是问题哦 这个是1234 那有没有一个规则性 你会发现哦 刚好上面的栏位名称加两个字 就会是他mid的开头的位置 那至于后面几个字不管 反正呢 后面全部都要的话 那你可以输入一个大于这个长度的一个数字哦 其实他后面字全部都会取出来 所以哦 利用同样的这个原理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把这个公式哦 不包含等号减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再插入到那个mid 我们是文字里面的mid ok mid的函数 那mid的函数的话呢 把刚刚的公式贴到test 就这一串哦 有没有 入值时间冒号 那我要从哪个字开始 从上面这个栏位名称的 字数加2 因为他是入值时间冒号的下一个嘛 所以就LEN 刮胡 上面是D1 ok给他 然后加2就可以了 好 两个字哦 所以刚好6嘛 1234 如果这个的话就是姓名两个字 然后加2就是 刚好就是从流开始 所以呢 这个符合我们要的规则 然后呢 总共要几个字啊 99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99啊 明明这没那么多 不管啦 反正你只要输入一个大鱼 他的后面的字串长度的一个数字 他就会帮你全部取回你要的这个字串 OK按确定 好 但是呢 这个特别注意哦 我们就取得 对 看起来没错 向右 OK 好像都对 但是向下的话哦 他就出错了 为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公式哦 其实里面的话 还有个地方一定要锁起来 哪个地方 特别注意哦 这个D1哦 你向右拉 没错 因为向右这个D前面一定不能加个前 如果前锁起来变都是四个字 不对啊 有两个字的啊 那这个1的话记得哦 你如果向右 它还是1嘛 可是你向下它变2 345 不对啊 那我只能抓第一个嘛 所以记得哦 D1的前面一定要加个前的符号 不然的话 它向下拉就错了 OK 按确定 这个时候我只把它向右 这边都对 向下的话呢 也都对了 那我再把D1到G栏选起来 快点 这个栏线 集中一条线 它就自动调到栏宽 这样的话呢 我就得到我要的结果啦 所以哦 刚刚Index 外面再配合什么 一个MID MID 把刚刚Index放进来 然后再配合LEN 的这个储存格 加两个字 两个字哦 OK 为什么两个字 冒号码的下一个字 OK 然后全部要 这样子 就可以帮我把 我要的那个字留下来了 OK 所以这个是想到的方法 当然还没有别的 有 比如说我也四个用Find 用Repplace 用其他方法 但是好像没有这个MID 简单 OK 你们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好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就是希望把它改成VBA VBA当然 其实原点很简单 清楚 按下去就不见了 按下这个按钮呢 资料就过来了 诶 可是呢 我要怎么样可以哦 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资料填到我要填的位置 并且帮我把我那个前面的字给删掉 OK 如果说呢 写VBA比刚刚那个Index 什么 你看 Index配合Column跟Raw 然后再配合MID跟LEN 如果比这个简单的话 那似乎 写VBA好像 我觉得 那不如你干脆用VBA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因为基本上我遇到的状况大概是这样 越复杂的工作真的越适合用VBA 当然你的资料的复杂度很低没关系 你就用这个简单的公式 可是未来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公式太复杂了 复杂到你没办法正确的把它写出来 或者是常常出错 或者是说那个公式要常常不断变动 那你不如干脆直接写VBA算了 那怎么样把刚刚的这个Index的公式变成VBA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